毛泽东和刘少奇内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编者案 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论述中 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 大都说成是在四清运动中的深刻分歧 然而事实上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 毛所批判的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 其实都是经过毛认可并大力提倡的 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 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 而制造出重大理论分歧 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有更为实质的原因 毛泽东71岁生日请人吃饭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 当晚毛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一些人吃饭 名单是毛自己定的 应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 各大区主要负责人级少数部长 劳莫 科学家 毛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 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坐别的桌 林彪本来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毛泽东生日聚会 他被请来了 毛一到场就宣布说 今天不是请客 更不是主寿 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 也算是实行四通吧 接着说 不能光吃饭 还要讲讲话呀 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 就撬尾吧 这不好 摸到一点不要撬 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撬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 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型燕子 董家勤等人情况 接着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 随后就陆续批评社交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 说什么四清四不清 说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 这是非社会主义的毛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 还说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据参加宴会的博一波回忆 席间鸦雀无声 没有人顺他说话 只有陈伯达在第二天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言 支持毛对刘少奇的攻击 毛当夜把陈伯达找到家里密谈 说要搞掉刘少奇 陈伯达是最早知道毛一图的人 1964年12月27日 林彪日记 记载 毫不寻常 我 伯达 康生 成了毛生日的座上课 还有婆娘 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 毛喝了一瓶白沙叶 湖南第一酒 翻来覆去问 中央有人抢班夺权 怎么办 要搞修正主义 怎么办 又问 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 中央政治局 国务院 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 毛还是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 要逼我造反 我就造个天翻地覆 今天 毛来电吩咐 昨天我生日 心情舒畅 酒喝了过多 发了一通 不算数 要我们不要传开 我想毛下一步 要从北京市委 从纪委 从中办 从文化部开刀 我动一个小指头 就可以把你打倒 12月27日下午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和北厅 主持中央工作全体会议 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陈伯达对文件做了一些说明 当陈伯达说到 国民党也说 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 毛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 一个社会主义派 一个资本主义派 东碧武发言 说文件规定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号 毛说 现在15年了 成了独立王国 北京 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 就有两个独立王国 你们去猜 我就不讲了 陆定一发言 讲了文化革命问题 毛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 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 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 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12月28日下午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 毛主持会 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 一本是党章 一本是宪法 这次会议讨论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提出的一些问题的 第一条运动性质 这是这次会议毛流争论的焦点 与会者发表意见 最后毛说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了 我再讲几句 请你们回去看一下党章 宪法三章87条 我是党员 我是公民 你们 他只是邓小平和刘少吉 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 违反党章 一个不让我发言 乱扶小平和刘少吉